蒙老师,我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我是张好 在每期视频里面呢,来跟大家说说 有些事啊,是跟你一辈子的 说张老师,我要跟你一辈子 哇,这句话我怎么好久都没有听到了 张老师是不会跟你一辈子的 刘老师不会跟你一辈子 李老师跟你一辈子 您猜怎么着,也许父母都很难陪伴你一辈子 对吧,因为父母没有办法啊 这个人类嘛,一代接着一代的,对吧 不是说今天跟大家聊什么沉重的话题 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很无奈的 在美国的留学呢,留学生们 你的成绩,你的成绩单是跟你一辈子的 你也许今天早上起来,不想起这个床 哎呀,我知道 哎呀,大冬天的,一二月份的Bosson,纽约,漫天的大雪 外面黑的乌冬的,早上七点钟 穿着大雨农服,哎哟,好家伙 然后动着嗖嗖的 女生还得,有的好多女生还得提前,再提前早点起来 还得化个妆,哎呀,我有社交压力啊 哎呀,不行,你美美的,对吧 然后去上学,哎呀,不想起了 哎呀,不是我不想起啊 是床他不放开我呀 不想起上学,好 你在成绩单上,一个B就跟你一辈子 你永远都改不了 你永远都改不了 当然了,有些人说张老师,哎呀 你太不了解中国这有些事了 我们有些机构可以篡改学生的成绩单 我服,有很多事情,我哪天没服过呀 对吧,我真的,我哪天没服过 我服,我服了,我头发都没了 你要想干这违法乱纪的事 那是你们的事,好吧 我说的都是正当 正常的留学生 你成绩单上成绩 别人往上一打 那就是一辈子 所以你选错一门课 你说我今天上 比如说,哎呀,我 我当年就干过这事 哎呀,我当年最后就插一门 generalization的通知教育的课程了 那十几年前的事 我上学那会儿 我generalization 缺了一门人类学 是他缺了一门课 我现在上个人类学吧 anthropology 人类学嘛 我心想,好家伙,谁还不是个人呢 对吧,咱都是人呀 咱是人还学不会人类学吗 小菜一碟 我一坐到班里 我打开那个书 我还买了个二首书 当年穷嘛 现在更穷 当年更穷学着 打开那个书 我有的书都被翻黄了 这都是之前人做的笔记 我一看那书 我心想,哎呀,讲人类学嘛 那就讲讲 比如说人都爱吃点什么 人都爱喝点什么 我根本不是我能想的那样 我一打开人类学 古希腊 古阁 这边考古人类的起源文明 我就懵了 你哪是那么简单 哪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比如说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后来我有一次也是 我还有一件事也是 我学了个 就是通吃课程凑学分嘛 我学了个营养学 嗨,我就讲营养学嘛 哎,这简单 往那一做就喷那个快餐的 反正就是快餐不营养了 对吧 这张老师最爱吃快餐 快餐 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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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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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吃那个 麦当劳 麦当劳 我特别爱吃麦当劳 我能一天 能 我只要有空的 就去吃麦当劳 我就爱吃那个 double 那个 quarter pounder 和那个 double quarter pounder 就那个 我不知道中国怎么翻译 肉多 那个 然后就是 被哭 我心想 这种 对吧 democratic 这种民主党 这一套在大学里面 这种健康的 这种东西 哎 那不就喷吗 就是 哎呀 多喂点兔子 什么喂兔子 多吃点沙拉 对吧 nutrition 营养 平衡 我 我一看那书 我一上那第一节课 我听了 我的感觉就不对了 根本就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这营养学里面 开始教一些 跟生物类有关的东西 好家伙呀 所以说 你上次 我当时就这两门课 结果在我的成绩单上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 跟了我一辈到现在 我调出我的成绩单 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debut 叫withdraw 就你从这门课里面退出了 而且我还过了 那个前两周的那个withdraw的 哎呀 我我要脸啊 对吧 我我我当年上学的时候那会儿 哪像现在不要脸 当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 坐在班里 哎呀 我心想 哎呀 我能坚持 我可以的 我能把这门课上好 结果磨叽磨叽磨叽 第一次考试 第一次考试中的一百分的卷 他考了四十多分还五十多分 去他大爷的吧 然后我就我就withdraw了 结果成绩单上还出现一个w 一个大大的w 叫withdraw 所以想清楚啊 你选错一门课 成绩单上永久的跟你一个w 你一个过的日期 对吧 还有些学生 pass now credits p或者nc 也是 那都成绩单上跟你一辈子的 你今天不去上课 你拿一个b 成绩单上跟你一辈子 你名做了班里 中国有很多留学生 有特别留学生 有这个特别不好的现象 大家英语都不是低语 张老师说这个英语 美国人听不懂 中国人也听不懂 就烂的这种水准 带着儿化音的 一股子的村民的口音 张老师就这英语 我说英语说的很烂的 但是咱不要脸呀 咱课堂里面叫做一问啥 咱就举手 咱一举手就是 oh I think this is this this is right this is this 咱不要脸 咱积极参与课堂的 课堂的发言 你不参与 那课堂参与20%的分就没了 15% 20% 有了课30%呢 在上网线项里面 但有些个别中国留学生 有一种特别不好的现象 我就给大家名点出来 你能拿我怎么着 对吧 为什么 我之前在我当年上学的时候 包括到今天 我学生都会跟我有人说 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班里 积极发言 然后旁边这个中国人 跟另外一个中国人说 险呢 装什么鼻 就他这英语 就还互相讽刺 有这个必要吗 有这个必要吗 人家积极上课参与发言 然后你在那边底下 给别人使眼色 显得好像就显他似的 就懂就他懂似的 我当年老积极发言 咱英语也不好 咱积极发言 对吧 然后我就听着 老中国人回头这么看我 我搭理他们的 我都不搭理他们的 我交了学费 我不发言谁发言 发言是我的权利 我不要脸 我不要脸 我要那个分 我上的所有课 基本都是A 或者A减 我要那个分 我要那个class participation 我要那个课堂参与的分 我想要我成绩单上 那个A 或者那个A减 我最不想要的是什么 我最不想要的是 我上完那门课以后 我找一个中国哥们过来 教授就 就开始骂人 骂那个教授 多少人 我给他 大家都留学生 多少人 当着教授一面 嘿嘿 教授 教授你好 背着教授 一出教授 这教授 就开始骂人 骂教授 你何必呢 你是个学生啊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跟你一辈子的 这个诚意 好好学 课题选对了 上课积极参与 每一次考试都认真对待 我知道早上起来 七点钟的痛苦 咱都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 我知道 上课发言的那种尴尬 那种embarrassment 那种害羞 我知道英语 不是我们大家的第一语言 我知道我们可能不擅长 哪些学科 但是我们教的将近是美国人的两倍和三倍的学费呢 我们凭什么不发言 我们凭什么不去上课 我们同样在成绩单上一写个成绩就跟着一辈子 您说您 想不想好好学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好好学 这些面子这些东西无关紧要的 只有兼艺每一次上课 我在我这么多年走过来 这个将近小十年的这个上学这个路上走过来 我可以说加起来我错过的课 可能都是不超过三节 我可能上了上千次几千次的课了 错过的课不超过三次 那是毅力啊 那是毅力啊 我也有早上七点钟在肺上的课 我也有穿着西装外面一百零五度在Azona 外面沙漠里面一块上课开会的经历 四十多路皮鞋都灌水了 但是就是这种坚毅的毅力 因为我知道我的成绩在我成绩单上 那就是一辈子 写上去一个什么成绩 在成绩单上那就是一辈子 对不对 就是简单 有很多事情陪伴不了你一辈子 但是成绩单 你找你申请研究生要用 你转学也要用 你甚至有些地方找工作也要用 甚至你有些做一些个人 像明天这种网站上面写的成绩 也是永远展现给别人的 你想让别人说你是一个3.8 3.9优秀的孩子 还是让别人觉得你是个2.8 3.0 还需要努力的孩子 那就要看你自己每一次抉择 每一次的毅力了 对不对 好吧 我每周五辈子免费的资源 大家想联系到我可以给我发现 first name.last name.hennessey.com 在通过微信联系到 p3.mc.hs.p3.mc.eric.p3.mc. JMJG.p3.mc.l.i. 以上的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e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we do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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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not